索尼7月份的惠美游戏出来了 一共三款游戏都支持中文 它们三个都有PS5版本 有两个16家,一个18家 使命召唤17,黑色行动冷战 它是2020年11月发布的 和PS5发布时间差不多 所以说它有PS5版本 也支持PS5手柄震动 低人称射击游戏 游戏背景是80年代初 游戏容量写的是305GB 这是PS5和PS4版本 一共是305 第二个介绍的是阿兰觉醒重制版 支持繁体中文 它另外一名字叫心灵杀手 属于心理恐怖游戏 最早是在2010年XBOX平台上发布的 后来在2021年做了重制 游戏容量是一共是59G 是那种美剧的表现手法 第一款游戏是狐狸模拟器 类似于之前的猫咪模拟器迷失 3D横版过关游戏 PS5加PS4一共是4.42G 这游戏支持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这三款游戏现在就可以领取了 视频最后说一下怎么调成中文 以阿兰觉醒为例 它支持繁体中文 进入你的PS5设置 系统 语言 主机语言切换成繁体中文 然后再进入游戏就可以了 这三款游戏在8月1号之前 一档会员都可以领取 首先进入会员 来到每月游戏 然后进入某一款游戏 添加到内容保存库就可以了 点击下载 选择第一个 PS5版本 170G 尽量全部安装 一档会员和二档会员不同 一档会员一旦领取之后 一直在你的会员库里 基本上不会出库 只要你是一档会员 以后都可以玩这款游戏 二档会员有出库的风险尽早玩